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午爆发火山会笼坐了整个小岛 居民紧急撤离 各位观众晚安欢迎收看今天五月二十九号公示晚间新闻 新闻首先带来关心的是最新消息 台北市北投的文化国小 今天下午竟然有一名迟早歹徒闯入校园 甚至不分青红皂白 将一名八岁女童的喉咙划破 小女童当场血流如注 送医时没了生命迹象 目前还就抢救当中 由于案发当时正好是放学时间 不少学生跟家长都已经被吓坏了 目前歹徒已经被警方逮捕 而学校也已经拉起了封锁线 警方正在搜证 最近情况我们请人在荣总的记者 赖淑敏来告诉我们 淑敏请说 是的主播 目前记者所在的位置 就在台北荣总的急诊室 因为台北市消防局 在今天下午四点的时候 接到通报 在北投区某间国小放学时段 遭到一名不明男子传入校园 还挟持一名八岁女童到厕所割喉 由于这名小女童的警部 遭到严重的割伤 当场血流不止 还一度传出没有呼吸心跳 在下午五点零五分的时候 这名小女童被送到台北荣总 目前还在急救中 我们来听听医生刚刚的说法 八岁的女童被发现在学校的厕所 倒卧在血泊中 在五点左右送到我们医院急诊室 来的时候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也就是没有呼吸 没有心跳 没有神志 那我们紧急处理 紧急抢救 目前看到是脖子上有一道 大概十公分以上的伤口 升级气管 气管已经断裂 血管也断裂肌肉也断裂 我们在急救室立刻给他 这个血管出血的部分 给他缝合 那气管给他先安置 目前已经稳定 有生命真相 但是神志还没有回复 送开刀房做进一步的 这个组织的修复处理 谢谢 针对下午发生的女童被划破喉咙的事件 台北市长柯文哲取消了今天晚上的行程 晚间九点 召集相关区处首长来开会 稍后有最新的消息 我们将及时为您做插播报道 接下来来关心的是 南韩中东呼吸症后取MERS疫情 今天再增加两例 分别是五十六岁的病患 跟三十岁的女性医疗人员 这两个人都曾经与首例的个案接触过 而且日前被认定疑似是新SARS患者的 南韩四十四岁精细男子 在搭机过境香港之后 前往中国出差 机关署稍早接获中国官方通知 检验结果是阳性确定感染 而到目前为止 南韩已经累计十例MARS的病例 其中一例移入到中国大陆 也是中国大陆第一期境外移入 南韩中东呼吸症后群疫情连环报 机关署表示 南韩卫生单位今天在公布 两名新SARS确诊病例 分别是五十六岁病患 以及三十岁女性医疗人员 这两人都曾经与首例个案接触过 依据过去中东的MERS的一个 调查的一个情形 发现说大概一个病患 顶多传给一个人两个人或三个人 那像这一次这样一个人传给 超过七个人或八个人 这样的情形是相当少见 所以我们学理上可以怀疑说 这个首例会不会是一个 所谓的超级散播者 而日前被认定疑似新SARS患者的 南韩四十四岁金姓男子 在搭机过境香港后 前往中国出差 机关署稍早接获中国官方的通知 检验结果为阳性 确定感染 根据机关署掌握资料 与金姓男子同期的有一百六十五人 包括七十九名韩籍的旅客 七十三名中级的旅客 五名来自英美加等国的乘客 以及八名机组人员 目前得知密切接触者 共有二十八人 机关署已经设计三套剧本作为防疫的因应 如果有这些疑似病例的时候 高度疑似的话 我们就把他送到另外的一个停机坪去 那跟其他的旅客做分开 派我们的检疫人员 来上去飞机里头 我们先跟他来做评估 检疫的时候觉得需要的时候 那就直接不跟其他旅客 就把他送到医院 机关署表示金姓男子 已经被中国官方安置于 广东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而他入境中国后 一共接触三十五人 目前已经全数隔离 南韩自从这个月二十号陆续爆发疫情以来 已经累计十例 中东呼吸道症候群的病例 其中一例移入中国大陆 也成为中国大陆第一起境外移入 记者 郭宏特报道 台北市内湖免税商店 爆发员工集体感染麻疹的事件 又有三名员工遭到感染 使得总感染人数增加到十人 全部都是工作人员 而这三名患者在发病之前 曾经前往电影院 餐厅跟银行等公共场所 卫生单位也提醒 曾经跟患者密切接触者 要留意自身的健康状况 免税商店麻疹群聚感染疫情 持续扩大 台北市卫生局二十八号晚间确认 再新增三名患者 全部都是店内员工 也使得麻疹感染总人数 从七人增加到十人 集管处表示 这起群聚感染发生的第一例 是免税商店一名员工 疑似遭到境外移入旅客感染 而这个月十四号确诊为本土麻疹病例 没想到十八号和二十五号又相继传出 各有三名员工发病 确定遭到感染 二十八号再新增三名患者 全部都是店内员工 由于这三名患者在发病前 曾经出入电影院 餐厅 银行邮局等公共场所 因此卫生单位也提醒曾经和患者密切接触者 要多留意自身健康状况 集管处提醒民众预防麻疹最好的方法 就是保持良好卫生习惯 勤洗手 而且免税商店已经安排所有员工 补打麻疹疫苗 增加防疫力 因此民众不必太过担忧 记者赖淑林 蒋龙翔 台北报道 发生在今年一月的新屋保龄球馆 违建大火 六名消防员薄姓命丧火场 桃云地检署今天侦查终结 认定新屋分队长吴上成等人 涉嫌包庇 要求安检放水 一共是六名消防人员还有两名公务人员 被以贪污治罪条例起诉 桃云市新屋区保龄球馆违建 今年一月二十号发生大火 造成六名消防员殉职意外丧生火窟 桃云检方调查保龄球馆 历年来的安检和消防措施时发现 民间消防检查记载中 有各项消防违规以及代改进事项 但官方消防机查仅在一百年的三月五月记载缺失 之后则不再记载缺失项目 明显包庇业者安检放水 另外事发当时有人质疑是指挥官下了关掉水线指令 导致水线无法供水 但检方厘清案情时发现 由于现场大火爆燃 临近火场的十三辆水车 为了怕遭到波及而移动车辆 才会造成动力分岛器装置关闭 这也就是消防员撤退摸不到鼓鼓的水线 水线突然扁掉的原因 并无刑则问题 移动消防车辆的时候必须要关闭 必须要关闭动力分岛的装置 所以会导致消防水线的帮扑的动力失去 所以无法供应水线 全案经由桃园地检署侦查终结 认定前新屋分队长吴上成等人 涉嫌要求安检放水 使得稽查人员为妥善登载酿成悲剧 桃园检方二十九号依贪污制罪条例 起诉六名消防员 两名公务人员 保龄球业者则依违反消防法罪嫌起诉 记者三十五云桃园报道 复兴航空去年跟今年接连发生 两次空难 引发讨论机师工时的问题 而华航部分机师也自主工会 出面抗议工时过长 民航局针对国内六家航空公司展开调查 发现更加的飞航时间都合法 不过呢 复兴机师的飞航时间 却明显偏高 华航的机师飞红眼航班的次数 也比长荣多出了七点二倍 拉着行李优雅步出机场 或在机舱内亲切服务 航空机组员风光背后 到底有没有过劳问题 民航局展开调查 以管理规则AOR为标准 六家航空公司都远低于 法规上限一百二十小时 但长城线的华航机师 连续三十天得飞六十九小时 略高于长荣的六十七小时 区域航线则是复兴七十小时最高 利容五十二小时最低 即使每个月的平均休假日数 华航是十一点三天 也是远低于长荣 区域航线则是华信休十点四天最多 远东九点七天最少 至于半夜起飞 常遭机组员诟病的红眼航班 华航每个机师平均每个月 得飞零点六五班 是长荣的七点二倍 不过针对调查的结果 机师工会质疑 平均值无法反映各机队的实际状况 而且民航局调查的休假日是连年假都算进去 长期关注机组员权益的劳工团体更质疑 民航局所谓的休假 对组员而言根本不是真的休假 民航局强调调查的结果是平均值 但一定会有少数的个案远高于平均 将要求航空公司改善排班机制 也正在研究要参考其他国家的标准 修正航空机组员飞航时间的法规标准 记者林政五郭俊玲台北报道 除了民航局将修正管理规则 目前包括了劳动部 桃园市政府都在研议 要定出机组员合理的公时规范 因为其实除了长城县之外 其他航线并不适用于劳机法责任制的规定 在航空公司普遍滥用责任制的情况底下 休息不足 甚至是疲劳驾驶的状况才会层出不穷 凌晨两点即使小陈开车出门 准备接下来六天的飞行任务 为了证明工作的状况 他自行带着摄影机 从报道到登机一路记录 报道准备检查整整一个半小时 这些都不算入飞航时间 得等到飞机后推才正式开始计算 而这趟将近八小时的飞行 是三人派遣 一直到早上八点四十四分 小陈才能离开驾驶舱 小睡两个小时 虽然有独立的休息空间 但随时处于待命状态 小陈根本就无法收睡 但相较之下这已经很好了 有非常呈现的A330客机 组员得像这样 坐在客人旁边休息 这段根本无法休息的休息时间 航空公司甚至不把他列入工时 而更糟的状况 是在法规的范围内 以两人派遣替代三人 这样一来将近七小时的夜间飞行 驾驶员没有片刻可以核验 虽然进场落地 你也知道是最忙的时候 但是你就是忍不住 进场快落地的时候 其实你是在打盹的 算一算五月整个月 小陈在台湾的休假只有四天 华航机师组成的机师工会 搜集疲劳班表 还有人相隔二十五小时 飞了两趟洛杉矶 整个月只休三天 两天甚至是一天的大有人在 但这些以民航局的标准来看 却全都合法 当然机师有责任 要在每一趟飞行之前 把身心的状况维持好 但是机师并不是机器人 比较各国连续飞行时数的 法规上限 台湾是三十天内一百二十小时 日本跟中国是一百小时 美国英国新加坡 则是二十八天内一百小时 民航局坦诚台湾确实 应该要修正规定 不排除比照美国 依照每天不同时段 甚至客户机的差异 来区分执勤实现 早上八点到十二点的这个时间 大家精神状况最好 所以你的等个飞时 跟执勤时间可以长一点 那你每隔往下午 每隔一小时 那就左减半小时 而除了民航局必须修正标准 研究劳动法规的学者也指出 其实航空业只有长城线 适用劳基法八十四支一条 可以连续工作超过十二小时 但航空业却自行扩大解释 才会超时多 休假少 问题不断 除了国际长城航线 可以去超出每天十二个小时以外 那是不得已嘛 那可是加班时间呢 你不能无限制的去延伸 那立假日也应该要让他们休息 劳基法规定 劳工一个月加上加班顶多工作两百一十四小时 但如果不适用劳基法 机组员工时的上限 却可以达到民航局所规定的两百六十小时 桃源市劳动局已经要求境内的航空公司 除了长城线之外 都必须回归劳基法 劳委会也在研究要扩及全国 就看能不能从导正工时来提升飞安了 记者林正午郭俊玲台北报道 一名犯下性侵案的理性男子十七年前被判无奇 妥刑之后假释之后呢 在今年一月只剪断他的电子脚疗脱逃 目前警方持续弃捕当中也公布了他的照片 提醒大家要提高警觉 就是这名四十三岁的理性通气犯 头发微卷 脸有点方 左边人中还有一颗明显的痣 模样老师却是犯下性侵案 又剪下电子脚疗逃脱的通气犯 他曾犯下三起性侵案 也有多起强盗前科 十七年前被判无奇徒刑 获得假释出狱后 因为有高度再犯疑虑 佩戴电子脚疗 结果今年一月他剪断脚疗逸无踪 性侵犯逃逸 电子脚疗监控也受到质疑 二零零九年诱骗女大生的西门丁之狼 丁大伦三度假释出狱 带电子脚疗照样在西门丁街头 诱拐女生性侵 二零一三年桃源一名检性性侵犯 也是假释出狱不到半年 再度对两名少女生出狼爪 都显示电子脚疗监控 效果有限 因为只要破坏电子脚疗 关户人就管不到 加上晚上九点到隔天早上八点 才受监控 其他时间都是空窗期 而理性通气犯可能已经离开新竹 到其他地方躲藏 最近也把照片转发到 其他警局加强通气 只是性侵犯逃脱了 也让民众人心惶惶 记者综合报道 台中检警执行护苗专案 动员三十名检察官 近三百名的警力 发出上百张的搜索票 大扫毒 抓到了二十二名药头 和六十四名药角 其中居然还有十八名 未成年少年 还有国中生 年纪最小的毒贩 竟然只有十四岁 被逮的好几名药角 在警局里趴着等待征讯 好几名上游的药头 也被警方逮到 他们都是这波警方 扫毒行动的涉案人 警方清查身份 居然有一名毒贩 不仅是国中生 还只有十四岁 警方执行护苗专案 动员三百多名的警力大扫毒 抓到二十二名药头 和六十四名的药角 其中居然有十八名 未成年的少年 最小的是一名十四岁的国中生 让警方相当讶异 警方调查 和去年度相比 未成年吸毒人数 虽然略微减少 不过年龄层有下降的趋势 大多数药头先免费提供 学生因为好奇和同侪 影响常识 之后的需求越来越大 再被药头指挥 成为校园贩毒的管道之一 警方表示 现行法令对于持有 或是吸食三四级毒品 不过不超过二十克的 设案学生 只有行政罚则 除非贩卖或转移 否则没有行则 药头因此将毒品推向校园 影响的层面越来越大 警方也将家常查气 希望从源头断根 防范校园的影响 越来越大 记得林建生 赖世杰 台中报道 学生吸食毒品 也兼当药头 校园症被毒品侵入 这几年更有年轻化的趋势 教育部嘉义县春辉志工团 最近期后一个辅导个案 一名小学三年级的女学生 吸食强力教 探究她的原因 是家里父母都在吸食 再加上课业没有成就 才会吸食强力教 从国中校长退休之后 邱苍朗投入春辉志工团 最常接触的就是 行为偏差的学生 最近有个小三的孩子 吸食强力教 让大家很担心 从吸教 接下来会三级毒品 二级毒品 一级毒品 所以我们对这个学生 非常的担心 吸食或是滥用药物的学生 年龄下降到小学生 而拉K的国中生 和高中生去年虽然降到 一千七百人 却也有学生变成小药头 如何防治毒品入侵校园 光靠学校绝对不够 但第一线的人员说 既然年轻化是事实 就得从小学开始宣导毒害 而学校更该摒弃 校域最重要的观念 及早通报 记者林晓慧省致明台北报道 台北市长 柯文哲的施政满意度 跟民调满意度 有下滑的趋势 但是柯文哲认为 要做对的事情 不要想太多 而针对前台北市财政局长 李舒德被联盟会质疑 土地远凶 李舒德今天回韩北市府 要求重新调查 柯文哲坚持程序正义 还是交由联网会处理 6月10号将再次召开联网会 希望能尽速结案 移送司法 台北市长柯文哲 刚获得远见杂志 在今年施政满意度评比 却只有4.5颗星 而且媒体民调满意度 也在下滑 不过上任五个月 柯文哲还是很坚持 做对的事 至于民调 就别想太多 不见每个政策 都可以让大家高兴 所以我倒觉得 英文叫do right sin 不是do sin right 就是说要做对的事情 而是只有把事情做对而已 也不用太去计较民调高高低低 算不在意民调 但大巨弹案怎么解决 各界关注 北市联委会质疑 前财政局长李树德 涂利远雄 但李树德29号发函 北市府不只否认涂利 还要求重启调查 并批评联委会成员 政治色彩太浓厚 不过柯文哲表示 6月10号将召开联委会 希望大巨弹案 能当天结案 移交司法 而其他四大案 也不宜托太久 台北市政府 现有的资料 能查也查得 那剩下的就是 司法程序 所以我的意见是 在6月10号 这个整个案子close掉 就可以结案 然后就送法务部 这样就好了 大巨弹案也连带影响 松烟谷姬 导致松烟烟囱 倾斜 市议员炮轟 远雄未案图施工 柯文哲说 他三月份就发现了 才会开罚远雄150万 但一定会保住 谷姬的安全严密监测 他这支烟囱不保 请问市长如何决定 让他继续开挖 其实那个烟囱 已经被关到 至于台湾从未有过大巨弹 也没有相关应应的安全规格 北市府近期将找来 营建署学界 商讨订定大型建筑物的 安全标准SOP 至于市府和远雄 终止合约全面接管 或是改采地上权 发包的模式 科文者说都会考量 国民党总统初选 唯一通过第一阶段 联署的立法院副院长 洪秀柱 接下来的防砖民调 该怎么做呢 洪秀柱昨天跟国民党主席 朱立伦会面讨论 面对党中央 倾向以对比式为主 洪秀柱表示 兵来将党 水来土焉 在国民党总统初选中 顺利通过第一阶段 联署的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 接下来不着面临防砖民调的高门槛 对民调方式 政见说明会等议题 洪秀柱二十八号在国民党智库 与党主席朱立伦闭门会谈 洪秀柱希望采取支持度的方式 但党就要目前请向对比式民调 朱立伦拿出诚意来沟通 说要尽力团结党的力量 洪秀柱态度有些转变 朱立伦承诺一切照初选机制走 不过如今传出 由党内高词人认为洪秀柱扛不起重担 密会朱立伦 想要密谋卡住行动 洪秀柱迈向总统之路 满地荆棘 对民进党总统参选 蔡逸文即将访美 洪秀柱已经以蓝颖准参选人之资 向蔡逸文喊话 在南海主权问题上 要顾及国家利益 并说清楚何谓维持现状的两岸政策 不要说空话和假话 一定要说实话 记者李信朋友组台北报道 日本陆尔岛县的口永良部岛上的 新月火山 在台湾时间上午八点五十九分 发生了火山爆发 由于喷发的火山灰根碎石块 笼罩了整个小岛 当局紧急把火山爆发的警戒 拉高到最高的五级戒备 还出动政府船只跟直升机 协助岛上的居民 全部撤离小岛 浓浓黑烟直冲天际笼罩整个小岛上空 台湾时间上午八点五十九分 日本陆岛县的新月火山毫无预警的爆发了 新月火山喷发其实早有预警 去年八月就曾经发生小规模的喷发 让当地火山口附近的地都成了警戒三级的限制进入区域 这一次的喷发规模大火山灰随风飘散全岛 让气象厅紧急把警戒的程度提高到最高的五级警戒 这也是二零零七年来新的警戒表制定之后 首次发布的最高警戒层级 目前岛上一百三十七位居民除了两名伤患 因为烫伤已经紧急以救灾直升机送往九五岛的医院救治之外 其他岛民都已经搭上了救援船只离岛避难 由于新月火山过去在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四年之间 曾经间接性的喷发造成八名居民死亡 一九六六年跟一九八零年也曾经喷发过 气象厅谨慎预估 未来还有可能会有强烈爆发的可能性 提醒居民暂时维持待在避难所 国际足球总会二十九号将在瑞士苏黎市 举行内部的主席选举投票 七十九岁的现任主席布莱特寻求五连任 唯一的竞争对手是三十九岁的约旦阿里亲王 而在两天前十四名足总高层人士 所爆发的国际性贪污丑闻 也使得布莱特面临极大的下台压力 国际足球总会两百零九个成员 二九号将就新届主席人选进行两回合的投票 若是有候选人在第一阶段投票 就拿下三分之二 也就是一百四十张票便可直接当选 否则就将进行第二回合 简单多数决的投票 寻求五连任的现任主席布莱特 二十八号在国际足总大会的开幕式 谈到近来所爆发的贪污丑闻 可以往一样把责任撇得干干净净净 然后保证新任其会力图革新 布莱特掌权17年 这已经不是国际足总第一次被查出贪污丑事 但在亚洲美洲以及非洲会员强烈支持的情况下 再继续领导足总四年是很有可能的事 尽管欧洲足球总会主席普拉提尼 公开要求布莱特下台 不光是内部成员杂音四起 更重要的是幕后的金主广告赞助商 像是威士卡可口可乐爱迪达等跨国企业 不约而同的要国际足总清理门户振兴形象 否则的话不排除结束合作关系 记者王辉文整理报道 中国大陆发布通缉逃亡贪官的第一名杨秀珠 正式已经在美国落网 杨秀珠在这期间前后贪污超过十二点五亿的新台币 在两千零三年逃亡到美国跟荷兰 但依旧被美国官方逮捕 准备遣送回国 戴着眼镜一头短发 影片中朴素打扮的女子 就是中国列为外逃贪官榜首的杨秀珠 如今证实已经在美国落网 准备遣返回中国 2003年3月 在处理杨秀珠的弟弟杨光荣的会案时 温州市路程区人民检察院发现 杨秀珠于1994年贪污1100多万元 有中国第一女贪官之称的杨秀珠今年69岁 曾经担任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 跟温州市副市长 在这期间贪污金额超过2.5亿人民币 相当于新台币12.5亿元 2003年她被查获贪污之后 借口母亲生病需要照顾 带着女儿女婿跟外孙从上海机场逃亡美国荷兰之后 躲在荷兰路特丹一处地下室 05年遭到荷兰官方逮捕之后 要求政治庇护却被拒绝 在2014年遣返回中国时逃脱 杨秀珠2014年使用伪造的荷兰护照 从加拿大坐火车入境美国 持荷兰护照在美国可以享受免签待遇 这些杨秀珠一进入美国之后 随即落网 被拘留在美国新泽西州的拘留所 等待遣送回中国 逃亡12年中国反贪污机构穷追不舍 就是要给贪污高官一个警惕 记者陈时同报道 伊拉克首都巴格达28号宣夜发生两起爆炸案 这个地点发生在两家戒备森严的五星级饭店附近 造成至少死人死亡 三十人受伤 爆炸发生在午夜前 市中心可以听到巨大的声响 从远处就可以看到农烟直上天进 第一起爆炸案发生在巴比伦饭店 这家是可以俯瞰比格里斯河的五星级饭店 是伊拉克政府官员经常举行记者会的地方 第二起的汽车炸弹爆炸案 地点是接近了伊什塔尔大饭店 和一家热门的夜总会 这两个地点距离只有七分钟的路程 不排除是同一批人所为 位在澳大利亚东北部外海的大宝礁 是全世界最大最长的珊瑚礁群 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遗产 然而气候变迁过度开发 以及环境污染等问题 也威胁着大宝礁的环境生态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决议 要不要将大宝礁列在 濒临世界遗产的名单之上 民营两千六百公里远的大宝礁 大宝礁是全世界最大最长的珊瑚礁群 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1981年名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认定的世界遗产 而澳大利亚国内以及国际环保人士 力争要让大宝礁名列在 冰围世界遗产的名单 冰围名单草案29号宣布之后 联合国世界遗产委员会的21国成员 将在6月进行投票 决定正式的名单内容 大宝礁的环境生态 受到气候变迁 过度开发以及环境污染等问题威胁 特别是商业开发 2010年一艘中国的玉煤船 在大宝礁搁浅 引发国际社会的关切 知名的环保团体绿色和平 便企图透过断绝昆斯兰省 采矿业裁员的方式 阻绝对大宝礁环境的伤害 而如果大宝礁成功名列 世界遗产兵为名单 对澳大利亚当局来说 形同打了一巴掌 因为近来当局才增加经费 赞助大宝礁海洋公园 记者王慧文整理报道 现在我们将镜头转回国内 但以持续来关心台北市 北投文化国小 傍晚发生的八岁女童 遭歌红案 下午四点半 一名持刀歹徒闯入校园 将一名八岁女童的喉咙划破 伤口有十公分 升级气管 小女童送医时 一度没了生命迹象 目前还在家货病房抢救当中 嫌犯已经被逮捕 目前人在北投分局 刚刚分局长出来说明了 案发当时的情况 据说嫌犯自称是正结第二 来听听最新的说法 在十六点四十二分 立即将歹徒弃捕盗案 那初步了解 歹徒是在今天十六时 从家里携带水果刀 然后从后门 学校的后门攀墙 进到校园 那随机看到有一位 女学童 跟随到那个厕所 那到厕所 等学童要进入厕所的时候 他就把他拉出来 然后将一场的水果刀 朝里头的颈部割了两刀 那造成大量的流血 那这个部分 里头已经送医 那初步已经有心跳 那积极地 拜托医院积极地来救助 根据了解二十九岁的嫌犯 是从学校后门围墙 爬进校园行修 放案之后没有逃离 留在厕所 随后遭到警方逮捕 被带回警局侦讯 警方表示 嫌犯供权她是有幻听证 还说是社会压力 造成她的行为 警方还在持续厘清 她的犯案动机 二零一三年 震惊社会的巴黎双失命案 今天上午高等法院判决出炉 跟一审宣判 谢一涵依强盗杀人罪协 判处死刑 赤夺公权终身 而谢一涵因为没有道庭听判 所以没有办法获得她的回应 家属知道判决之后感到开心 但希望不要再发挥更审 目前全案还可以上诉 家属听到判决结果感到很欣慰 二零一三年二月 前妈妈嘴咖啡店店长谢一涵 下药迷婚妇伤夫妻 陈静福张翠萍 并将两人弃湿淡水喝 之后还变装 企图盗领死者的存款 最后被行员识破 没有得逞 因此揭发出一连串惊人的杀人内幕 今天跟一审依强盗杀人罪 判处谢一涵死刑 此夺公权终身 全案仍可上诉 高等法院判决指出 谢一涵为了谋取钱财 杀害陈静福夫妻 手段凶残冷血 而且毫无悔意 难以叫化 因此判他死刑 家属虽然满意这次的判决结果 但还是认为谢一涵 并没有充分交代案情 对于是否有其他共犯 也还有疑虑 家属感到很遗憾 就是到目前为止 他似乎还是没有充分 把这个案子的真相交代清楚 甚至我想外界有很多 觉得这个案子到底 有没有其他的共犯在内 据了解 谢一涵在结辩时 都表现出沉默 躲避跟拒绝回答的态度 并没有正面回应 对案情仍有保留 今天也没有道庭听判 家属对此表示遗憾 只希望谢一涵能够把真相说出来 让案情赶快定验 法院也不要再发回更审 让家属更加煎熬 记者综合报道 假称是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公司的 关系企业的马胜集团 用跨国企业的假象 以超钩获利诈骗民众投资 还以拉传销的方式来拉人脉诱骗民众上钩 粗估受害人数超过了两千人 不法获利超过了三十亿元 负责人张金素等四人 昨天被逮捕之后 今天上午法院裁定收押境界 桌上六千万元的钞票 旁边还有一束用千元大钞 折成的玫瑰花束 以及一排排的名牌包 到外头的宾利 马沙拉蒂 B&W重击 总价值超过数亿元 这些都是马胜集团 非法吸金的证据 他们框称自己是美国纳斯达克 上市公司的关系企业 用跨国企业的假象 诈骗民众上当 马胜集团不但匡称自己是跨国公司 而且投资的金融商品超好赚 以操作外汇的超高获利为诱因 投资人只要投资一千到三万美元的本金 限期十八个月 就会依照投资本金的集聚 每个月给付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八的红利 用这样的手法 非法吸金超过三十亿元 还以传销拉人脉的方式 煞有其事地在台湾各地举行说明餐会 拉攏民众粗估有两千多人受害 调查局目前查扣所有证物并冻结相关账户及房产 同时约谈马胜集团等十多人到案 清查这起非法吸金案的分工 总金额受害人数以及不法所得流向经检调漏页讯问并依违反银行法等重大罪嫌及逃亡趁政之余 裁定负责人张金素等四人收押 净见 记者综合报导 超级违建平船 高雄市岗山市区有一间透天措 从五楼违建加盖到了八楼 而且八楼的阳台还悬空突出主体建筑物外 就像是天空步道 高雄市政府给屋主制裁的期限到上周到期 今天就雇用工人吊车强制拆除 估计得花一周的时间 还有二十万元才能够完成 而这些又是全民买单 八楼高的建筑物不止顶楼突出一大块阳台 在八楼以上还有两间分别一楼和两楼高的铁皮屋 这间外观看起来很奇怪的民宅就位在高雄岗山的闹区 民众觉得全空阳台看起来很危险 十年来检举三次 高雄市政府终于来拆除 民众大声叫好 不过这栋房子虽然外围增加很多设施 每层楼看起来都包得紧紧的 好像全都是违建 但市府调查以后一到五楼是合法建物 将花一个礼拜时间拆除五楼以上违建 拆除任务不计算市府职员薪水 光是动用吊车就要花费二十万元 民众违法增建却要全民买单帮忙拆 市府认为不公平 除了中央已经提案要立法针对违建罚款 高雄市也在研拟地方法规 市府认为如果中央和地方法规都顺利通过 违建户就只剩自行拆除一个选项 不拆或被拆都会罚钱 未来违建就不会越拆越多 教育部微调高中课纲引起了争议 这个月月初台中医中学生率先在校内表达不满 这个礼拜中和高中新竹高中和建国中学陆续在校内举行活动 有越来越多的学校在脸书成立专业 准备大串联 要求教育部退回不符合程序正义的课纲 建中班联会代表站出来 对教育部微调课纲表达不满 放上联署单号召更多同学加入 教育的上级单位 但是他并没有遵守到我们所谓 他们公民教育教给我们的程序正义的东西 对所以我是希望说他们教育主管器官 应该要作为我们学生的榜样 从找到的资料看到的文件发现 微调过程不符程序正义 身为高中生就算比对不出微调前后些微差异 就是觉得不可以这样 如果说完全没有读过 它是一张白纸 然后他去读了这样子一个新的东西 他可能就单纯就相信那个是真的了 那而且就算我们读过了 我们也不见得所有人都具有足够的能力 去判断到底哪个是真的哪个假的 所以我觉得他本身的正义是很重要的 高中生反黑箱课纲 建国中学不是第一所 这个月一号台中一中百年校庆 就有学生开了第一枪 最近一个多礼拜 中和高中新竹高中等学校 也在校内举行活动 从北到南已经有十多所高中在脸书成立专业互相串联联 这一群十多岁的学生说不要以为他们很好骗 不要以为学生只能全盘接受 终究要让政府知道他们的心声 今天小卫生志明特别报道 日前在金门的下张会后 中国大陆国台办主任张志军曾经表态反对博弈公投 甚至说了如果金门发展博彩就会关掉小三头 也再度挑起李岛设置赌场的争议 虽然李岛的武朗级立委陈雪生再度为马祖赌场来请命 立法院长王金平也邀请朝野协商 但是朝野共事不高 这个会期通过的机会很小 中国大陆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在金门下张会后 表态反对博弈条款 甚至谣言金门发展博彩小三通肯定官 加上民进党执政的澎湖打算重启博弈公投 让冷冻了十八个月的博弈条款 观光赌场管理条例草案重启协商 而来自马祖的武党籍立委陈雪生 再度为马祖赌场请命 希望各界尊重二零一二年 已经闯关成功的马祖博弈公投 陈雪生不放弃游说各个党团 为了化解争议 立法院长王金平邀及朝野协商 但民进党持反对立场 国民党则保持开放态度 没有支持或不支持 李岛马祖人他希望说这个管理条例通过之后 他们可以来做这个博弈的 可是据我所知 这个博弈的集团应该是一个骗局 反对党基本上是反对的 那我们这边是只开放 如果最后落到必须要表决的话 过关的可能性好像不高 在朝野冷除雨的情况底下也让观光赌场管理条例草案在这个会期通过的几率不高 领导赌场设置该怎么兼顾地方发展也成为重要的课题 记者联系朋友组台北报道 日元汇率持续向华 台币换日元来到一块台币换四块日元的新记录 旧日系商品业者就打出最低的五折促销优惠来吸引买气 更引爆台湾民众抢换日元 其中台湾银行昨天单日的兑换量就冲上了八亿日元 是平日的好几倍 中央银行也下令银行要备妥日元现钞 迎战这一波台湾换汇日朝 或加上摆满各式各样的日系商品 有的甚至还打出五到九折的促销优惠 要来吸引顾客的目光 因为日币持续贬值 台湾时间二十九号下午四点半 来到一百二十三点八日元 对一美元的价位 有业者希望透过促销来反应 事实上美元对日币的汇率 从二十五号星期一开始 就来到一比一二一点五 二十八号星期四的汇率 更创下十二年来的新低 日本财经专家就分析 如果经济无法承受至每股下跌 日元也可能会回升 而日元贬值也带动旅日的风潮 根据观光局的统计 今年一到四月 国人赴任旅游的人次 突破一百一十四万 比去年同期成长百分之二十六点三八 而二十八号新台并议员 就刚好换四日元 引爆台湾民众抢购了热潮 台英昨天单日的兑换量就冲上八亿日元 比平常日翻倍 中央银行也已经下令银行 备妥日元的现钞 迎战这一波台湾换货的热潮 记者无人或昔 药台报道 證交所今天公布一百零三年度上市公司员工平均薪资的概况 统计了八百一十五家上市公司给员工的平均年薪大概是一百零七万元成长率呢是有百分之五点七点 而且平均薪資成長最高的前十名 分別有傳產跟電子業等等 這也包括了像是臺肥 佳士達 宏准 以及股王大力光等公司 證交所透露成長幅度最高的公司 薪資成長率高達了百分之八十 為了鼓勵上市企業 把盈餘分紅給員工 證交所公布一百零三年度 員工薪資成長幅度最高 前十名公司 包括臺肥 佳士達 宏准 及股王大力光等 證交所透露成長幅度 最高的公司薪資成長率 高達八十趴 一個員工這個福利費用 總金額方面呢 也成長了八點六個百分點 根據證交所統計 八百一十五家上市公司 給員工平均的薪資最高 前五大產業以電子業年薪最高 平均年薪一百五十一萬 其次是鋼鐵業 汽車業 金融業 及水泥工業 年薪至少一百二十萬起跳 而其中電子業的薪資 成長率最高 去年成長幅度有十七點八趴 但不少民眾認為這些數據失真 政府力推加薪四法 要求企業分紅給員工 其實根本看得到吃不到 鄭教授表示其實去年已發布高薪一百指數 而且掛牌上市 今年再公布員工薪資的成長幅度排名前兩百大 公司 不排除擴大 高薪指數為兩百檔 另外貴滿薪酬六十六指數 擴大為一百指數 加速鼓勵上市貴公司 為員工加薪 記者 黃立委張國良 臺北報導 日前蜂蜜過境 把牡蠣養殖用的保利龍 以及蚵架全部沖上了台南四昆森的海岸 從四昆森到黃金海岸 長達四公里的海岸線 也變成一條白色的保利龍海岸 讓當地居民直呼太誇張了 台南市市昆森的海岸線 目前環保團體十七日才剛進過攤 但是一個封面過境 卻發現牡蠣養殖的保利龍 以及蚵架全部被沖上岸 市昆森海岸到黃金海岸 大約四公里長的海岸線 成為一條白色的保利龍海岸 讓當地的民眾覺得非常的誇張 常年關心環境的研究員 曹瑞光就說 每年五月 幾乎都會看到同樣的情況發生 政府應該要拿出魄力 從源頭下去管理 那我們一直覺得說 這個東西應該要列為事業廢棄物 然後依廢棄法來管理 市府要拿出更大的魄力 然後看似要保利龍禁止使用 或用其他替代品取代掉這個東西 目前市府為了鼓勵漁民自行回收 科價每棚補助兩百五十元 保利龍每塊今年也首度補助三十元 但是這次的西南氣流太強 造成少部分的科價以及保利龍被沖上岸 實在很難預防 所以上午也趕緊派人到現場清理 同時也強調市府未來將會做好源頭的管理 潮流光強調這些保利龍所產生的粉末很容易被生物物食 最後進入食物鏈 人體健康恐怕也會受到影響 因此市府應該要拿出更大的魄力來管制保利龍的使用 防止同樣的事情再次發生 記者溫正恆台南報導 張陽大學的研究報告指出 台中文山焚化爐附近的學生 指甲 頭髮跟尿液的重金屬含量都高於市區的孩子 有不少居民表示晚間都會飄出垃圾 焚燒的異味 甚至會出現像是頭暈跟嘔吐感 許多家長就擔心孩子的健康受到影響 提到台中南豚文山焚化爐的空氣污染 住在附近的居民直說很有感 這裡距離文山焚化爐只有幾階之隔 民眾說每到晚間只有聞起來像塑膠的異味 飄進家裡 聞久了會感到噁心想吐 而最近便有一份研究報告指出 焚化爐周邊的兩所國小 和市區的國小學童相比 指甲和尿液的重金屬含量都偏高 學生家長直言最擔心的是學生的健康 這份有朝陽大學執行的研究報告 是針對最靠近焚化爐的兩所學校 針對150名學生做檢驗 驗出結果重金屬含量確實有成績 不過校方認為樣本數字太小之外 包括環境或飲食 都會影響重金屬的成績 應該持續追蹤 他說這個來源不能只有飲水 也不是空氣 那可能食物也有關係 空氣品質我每會檢測啊 那會也會帶大家去做檢測啊 然後周界的土壤也會做檢測啊 是否表示目前針對附近的土壤 和空氣都有固定的檢測 而且都還在標準值以內 除了持續監控 也要減少對大渡山的污染源 希望減低長久累積在身體的傷害 近年林健身 賴士傑 台中報導 日前 雲林縣議會三讀通過 禁燒生煤自製條例 雲林呢 目前有二十張生煤許可證 其中 麥寮氣墊公司跟台塑石化 麥寮一場的許可證即將到期 針對這兩張許可證 縣府召開審查會 但因為台塑六七沒有提出任何的 能源替代計畫 環保局決定退回 擇日暫審 雲林縣目前有核發二十張生煤許可證 其中台塑六七賣療氣墊 和台塑石化賣療一場的許可證 將在六月份和七月份到期 二十八號雲縣府針對這兩張許可證 進行審查會議 雲林縣環保局表示 這個月十五號 雲林縣議會通過禁止使用 深煤和石油膠的自治條例 但廠方卻會針對人員 汰換提出任何計畫 還有在空氣不良期間 也都沒有整體的減量規劃 所以要求補件再審 需要補充以後 然後我們再進行審查這樣子 對此台塑六七管理部副總陳文雅表示 現在還在瞭解許可證審查會議的內容 所以不表示任何意見 但雲林縣環保局就說 其中一張許可證 在六月二十八到期 就等廠方將相關資料補足 應該在近期內就會再召開許可證的審查會 另外我們從累積於亮度可以看到 今天主要的降雨是在午後的一個山區 以及宜蘭地區 有局部較大雨勢的發生 而從明天的天氣 我們可以由天氣圖來做個說明 明天的天氣還是跟今天類似 是一個西南風的一個環境場 所以在大台北地區 還是有機會出現36度左右的一個高溫 而其他地區的高溫也有在32度以上 東南部地區也有焚風發生的一個機率 所以大家出外活動最好要注意防曬的工作 也要盡量多喝水避免中暑 而在天氣的部分跟今天也是類似的 在迎風面的中南部地區 還是有一些短暫震雨或雷雨 主要的降雨還是出現在午後 各地的山區以及宜蘭地區 會有局部較大雨勢的一個情況 而另外周休的天氣 星期天由於風面開始南下影響到台灣地區 所以在各地的降雨機率都會提高 所以請民眾要多多注意這天氣上的一個轉變 以上資料由中央氣象局提供 以後來關心各地的溫度預測 北部地區基隆台北桃園新竹和苗栗 26到36度 中部地區台中彰化南投雲林和嘉義 26到33度 南部地區台南高雄屏東和恆春 25到32度 東部地區宜蘭花蓮台東藍雨 二十四到三十四度 瓦島地區 澎湖金門馬祖二十四到二十九度 以上是今天的公視晚間新聞 我是林欣怡 感謝收看明天同一時間 我們再會 餅! tic 爻的 映 documents 彈 今 好好 大家說我 redeem 幹李說堅園 好 食物 阿公�笑 阿公吃過 海豚阿公跟他是比較不熟 鵝魚跟鯊魚QQQ 好好吃 naked 我駕 Fortunately 蝶�ollar服 琉襲械 滔一駕就好啦 騰宏山的飛機耶 騰宏山 小朋友的棒啊 小時候爸爸教我唱 哥哥 爸爸真偉大 跟我說長大後要勇敢 要像個大人 但我看爸爸也還沒有長大 原來他跟我是一樣的 這次我們要演爸爸如何長大 更多故事請上長不大的爸爸粉絲團 還有Occapi網站搜尋 長不大其實很快樂 開展台灣站門票及筆記本 詳情可掃描QR Co 公視網站或播022633 2000轉9 好 好 搜查幸福的足跡 就從大事開始 學習要怎麼學習 好 青少年吃得苦中苦 展現真實的力量 感謝建宏文教集